国足队长掌权不到24小时,给出三大改革方案,网友,这才叫专业,我们都知道,最近中国足协正在对国足进行重大改革,由于今年雅加达亚运会和西亚之旅的比赛,国足表现得非常差劲,而且还暴露出了国足目前不堪入目的风气,所以国足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改的时刻,聘请西丁克担任中国国奥队主帅只是第一步, 最近的足协,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动作,其中最大的动作,就是中国足协进行了专业管理化的大升级,最值得人们关注的就是,足协决定聘请众多前国脚担任国家队,国庆队甚至足协得要职,这样一来,中国足球也迎来了重大好消息,因为至少,中国足球将与之前的状态完全不同了, 而中国足协的第一步,就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29日,任命国足工薰队长赵俊哲,担任国家队管理部长兼训练总监,这一步也是中国足协改革拉开改革,国足序幕的第一步, 而值得一提的是,赵俊哲在刚刚上任不到24小时之内,就体现出了自己的专业性,国足队长掌权不到24小时,却给出三大改革方案, 网友,这才叫专业,在上任的第一天,还不到24个小时,赵俊哲就在新华社的采访当中,给出了自己的建设性计划,同时给出了自己的三大改革方案, 这三大改革方案将分别从球员文化,人才培养管控和教练养成入手, 而其中最具有针对性的三点分别是,全面提升中国球员和教练的专业素质,建立正确的价值观,打击高薪低能,这三点可谓是具具在点子上,直指中国足球这些年来积攒的弊端,赵俊哲的这番表态,也引起了网友的共鸣, 大家纷纷为赵俊哲点赞,有网友说,来了个内行的,还有的网友说,赵俊哲真有人格魅力,还有的网友直言,这才叫专业,赵俊哲是前国足队长,掌权还不到24个小时,就给出了自己三大方案,可见赵俊哲完全有能力担任这个职务,是出任国管部部长的最佳人选, 看来中国足球的春天,就要到来了,不知各位有什么看法呢?